诶 大哥 这车看着比你都老 该换了啊 新开的二手车交易市场 试骨车 泡水车 脏车 有空看看 提我不打折 这人可真会聊天 这是发楼盘广告的吧 大哥 连色不太好啊 今夕新开盘的公募了解一下 八宝山正西三十公里 上风上水 豪华金庄 在鸟语花香中铭墙 在满山植被中平躺 月底前订购 还送明界银行纪念币一套 这种广告胆你都要啊 我怕他把单子抢在雨刷器底下 大哥连色不太好啊 是不是渗透支了 我们家百年老萌药 一粒就先下 你才渗血 你们全家都渗血 这帮发小广告的太烦人了 不要还硬塞 阿剑 想办法把后窗外边的小广告弄下去 哇 你等会下车弄啊 这回又得拆车门了 大马路上 你怎么不下车 哎呀 不就是车门掉进一张卡片吗 能怎么样 我以前也觉得不咋地 后来有一次发现 后边的玻璃升降有异响 抖动 到维修点拆开门板一看 你故意攒的吧 唉 我都肾虚了 要那东西有啥用 这种小卡片就别让它插在车窗上 发现有赶紧拿下去 要是掉进门板也尽快取出来 可麻烦了 路边维修店拆自车门最少一二百块钱 哦 对 这种硬卡片会损坏车窗密封条 而且万一卡住了玻璃升降机 不仅影响车窗升降 严重的还能把机器烧了 还有可能堵住车门里的排水孔 到时候里面发霉 生锈 甚至把电动零件给泡坏了 那你还叫车窗 这帮发小广告的太缺德了 有一次 我车雨刷器下边 压了一张船单 下完雨被水一泡 粘在玻璃上一摊 特别难擦 没堵住排水孔就不错了 这种广告单和硬卡片 都会伤害雨刮条 还有三门把手的船单 很容易把车漆挂花了 这双没人管啊 在停车场里 开车之前先检查一下 车窗雨刷上 有没有小广告在走 路上这种要么白白手不要 太难缠就拿着吧 别像他那么二就行了 嗯 我们出门都不带钱 你去那边的奔驰要吧 可以扫码支付 我这车还有三年贷款没还呢 小鹅低息贷款需要吗 不带不带 你瞧他那脸色 我们赶紧带他看病去 甚不好吧 中西结合养生堂 足疗保健命更长 高端男士养生会所需要吗 嗯 神经病啊